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节语2》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钻》 第898节 红日高升的时候万民工人头寄计 公部尚书张建之在长孙冲汇报完朝廷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进程后 就急不可耐的跳了出来准备将汉口的长江大桥提到议事日程上 同时上报的还有其余三座桥梁的可行性报告 催促朝廷早日下定决心沟通南北 如今趁着南北的矛盾还没有到不可调和的时候 应该加紧进行南北的大融合 最后说只要是生活在大唐土地上的人 就不该有什么南北之分上下之别 如果说张建之的奏章说到了李承前的心理 而云寿的奏折更加的让李承前欢喜 因为云寿从军事战略上也剖析了建造桥梁的重要性 只要大桥贯通 铁路就能一步步的跟进 关中的精锐部队就能在最快的时间里 开到大唐的任何一片土地上 快速高效 是军人滋滋以求的东西 如果朝廷能在长江上建造超过三座桥梁 十六位和玄甲军 岭南水军 东海水军这些精锐部队 就能将控制大唐国土的能力提高三成 李太坐在一张大椅子上 挺着硕大的肚皮 也不站起来 很随意的说 前段时间 有人说南北就要打仗 孤王本来想去抽这些胡说八道的嘴巴 大唐太平的呢 没人想造反 也没人愿意造反 楚国公跑出去游玩的一圈子 就会有这样的谣言出来 不要被孤王发现是谁传出去的 要是找到了 你就自求多福吧 李成贤见弟弟已经发话了 笑着说 嘴长在别人的脸上 你难道还能全都堵上啊 让他们去说 我们做自己的事情 既然书院已经有了成熟的方案 众卿家再移一下 看看国库能否支撑这样庞大的开支啊 李太笑着说 其实用不了国库多少钱 陈帝有一个想法 不如把金口瓜州间的这道大桥交给陈帝来建造 金口不远处就是高州 算是进了岭南的地界 陈帝打算出钱 把这座桥梁建好之后 先收上50年的过桥费 当然了 只收车马和商股的 不收行人的 也不会朝军队收钱 为子孙找一个吃饭的地方啊 皇兄 你看如何呀 这事情啊 李太一大早就和李承贤说过 为了不过分的刺激 岭南的冯志带和李荣 这座大桥最好由李太挂名进行修建 这样一来呢 就能保证工程顺利进行 现如今 魏王的金字招牌非常的好使啊 全天下有不买皇帝账的人 却很少有不买魏王面子的家伙 掌孙冲想站出来说 自家可以承接汉口大桥的建设 看里承前好像并没有把所有桥梁都发包出去的意思 那只好闭嘴了 更何况他从中间闻到了浓烈的云烈的味道 一个人怎么可以无私到这样的地步呢 掌孙冲心中的愤怒无处诉说 云烈不在乎岭南 不在乎岳州 自己还要在乎赵州和辽东 难道说云烈已经没有了雄心壮志 没有了取而代之的长远打算吗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我讨厌没完没了的朝代更替 就算是云家取胜了 过上一二百年 云家还不是要被别人取代 这样做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不干啊 只要云家能在这个叫做唐的国度里说上话 做不做皇帝的 有什么关系啊 做皇帝就像是一屁股坐在火山口上 如果屁股够大 还能压住火山 屁股不够大 就等着被火山烧成灰烬吧 我是当不了皇帝 兽儿也不成 既然我们最有希望的两代都不成 就不要把这个负担往身上背了 云烈嘴里叼着烟灯 一面隔着被子给新月捋腿 就在刚刚新月又开始抽筋了 新月没好气的催了丈夫一口 几十岁的人了还开这种下作玩笑 得意的从床头啊 拿起了一个香满玉石的檀木盒子 小心的打开 从里面粘出了一颗龙眼大的蜜丸子 笑着说 您拿来的这种颜生丹呢 吃起来就是舒坦 这才是妾身该吃的东西 自从用了这东西啊 妾身已经很少抽筋了 云瘦那个小畜生竟然让妾身是旺财的咬丸子 黑不拉鸡的 看着就恶心 说到底啊 儿女都是靠不住的 还是您知道疼妾身 云烈黑黑笑道 知道就好啊 这是你夫君我呀 特意从少林寺藏经阁里偷出来的 现在时事的父亲绝远大师是住持 我偷拿的时候啊 他就当没看见 老夫帮着他养了几十年的贵女 这点面子那还是要给我的 新月呢 就着温水吞服了药丸子 这颗药丸子有点大 吞咽的时候啊 有些费力 不过一想到 这是人家少林寺的不传之秘 新月也就不在乎了 好东西都不会太随人的心意 吃完了药呢 就小心的把盒子藏起来 这东西只有一盒子 吃完就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哎 放心大胆的吃 不但呢 偷来了药丸子 我还偷来了秘方 吃完了 咱得接着做 以后把这东西换个小包装 卖的全大堂都是 云是出品 必是精品 不管是少女时期 还是现在 新月最喜欢看见丈夫神采飞扬的样子 夫君这个样子呀 好千年都不见了 现在又开始出现 只能说明 丈夫现在的心情非常的好 云夜的欢乐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寡妇 打上门来了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啊 长孙现在彻底的活成了老祖宗 明明腰板挺得很直 偏偏要拄着一根龙头拐杖 飞妖说呢 这是上打昏君下打缠尘的宝贝 说是先帝临去的时候赐给他的 要他管教李家的子孙 见鬼了 这李二死的时候 自己就在跟前啊 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有过这样一个东西 不过呢得罪不起啊 李承前都不反驳 李太呢更加的不反驳 所以云夜这个做人家女婿的 那更加没有资格反驳了 那他说有这东西 那就有吧 只是长孙隔三差五的 到云家显示一下龙头拐杖的威力 那这就要命了 弟子很禅 却不是禅尘 您的拐杖上打昏君 下打禅尘 那可打不到弟子的身上啊 我已经有好些年没有上朝了 所以这个馋子 那只能从嘴上解释 那不能从别的地方解释啊 长孙把拐杖交给贴身侍女 叹口气说 打什么呀 你们几个 给我这个老太婆脸面 怎么教训都死死的不吱声 这是孝道 我知道了 可是你一出去 就是很长时间 万一我要是死了 你都见不到我最后一面 想想到西话 你能回来最好 要是你留在南边不肯回来 我都不知道该活着好 还是死了好啊 长孙的一席话 让云叶汗颜无地 自己被长孙宠爱了一辈子 如果说天下因为自己而大乱 对不对得起李承前无所谓 他是皇帝 早就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准备了 无论自己怎么做 在李承前那里都是合理的 为了当皇帝 背叛兄弟实在不算是个事情 在长孙这里 那就不行了 疼爱一辈子的晚辈 在自己快要老子的时候 突然要造反 还要去杀自己的亲生儿子 这种事情对长孙来说呀 就是人间最恐怖的噩梦了 活着无言 见到自己的子孙 死了之后 无言见到李家的列祖列宗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您就放心好了 没人打算造反 我就是快要憋死了 出去透透气 昨天还答应清却呢 让他在长江啊 建桥来着 一次就建造三座桥 全是铁桥 只要南北开始大规模的交流 隔阂总会被打破的 咱们大唐十里不同音 三里不同俗 说到底都是不了解造成的 南方这些年 依旧靠贸易挣了一些钱 有些人就以为啊 自己已经很富裕了 看不起别人 却看不到北方林立的大烟囱 看不到北方雄厚的工业实力 也看不到玉山书院 就在北方 最精锐的军队都在北方这些事实 一味的认为自己啊 只要有钱就什么都能够办到 太蠢了 真正打仗的时候啊 那钱财只是一个标准 还不是左右战争进程的主要因素 不管是谁 带着南方人造反 那都是死路一条 就算是能够得逞一失 战争长久的打下去 南方必败啊 城前就是看到了这一点 才会把事情做得这么霸道 他晓得呀 无论他怎么做 都不可能博得南方人的认可 所以才会无所顾忌 他的心态不对 南北都是大唐的国土 怎么能够区别对待呢 人为的制造裂痕 智者所不取啊 娘娘 城前比起陛下来 差得太远了 光是心胸这一条 差距就不能用道理来计 陛下时期 不管我在南方折腾出来多大的动静 全天下的人呢 那只会说南方老好厉害 谁能联想到造反呢 到了城前时期 我只是离开京城一趟 就弄得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的 这就是差距啊 云叶简单的把南北忧略给长孙讲述了一遍 主要是告诉他 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天底下乱不起来 长孙听了云叶的话 慢慢的安静下来 瞅着云叶探口气说 你发现了没有啊 你到现在 其实都没把城前当成皇帝 你口中的陛下 只有先帝一人 这样不好啊 先帝雄伟一烈 已经是万世帝王的典范 你不能拿先帝的标准要求城前呢 这对他是不公平的呀 天父是强求不来的 先帝把皇帝的标准定得太高 以至于子孙难做 城前这么拼命 想做的就是不愿意自己被先帝的光芒笼罩 我的儿子我知道 他从小就被人间赋予了极大的希望 四十年的太子 那更是闻所未闻 如果没有你的帮助 我甚至觉得他不可能熬到登基的那一天 长前也知道 所以就想干出一番大事业 让我们所有人瞧瞧 如今把自己拼得骨兽临寻 你就可怜可怜他 先低头去看看他 把你的心里话告诉他 要他不要这样的拼命 我觉得他几乎快没有命可以拼了 长孙说到这里又开始哭泣 云叶烦躁的在大厅里走来走去 说实话呀 现在很讨厌看见李承前 以前好好的人 一当上皇帝就全都改变了 那个位置难道真的可以从头到尾的改变一个人吗 不知什么时候 新月也从后宅走了出来 温言对云叶说 去吧 富军 去皇宫 看看承前吧 娘娘说的没错 妾身在春更时去宫里参观皇后钦残 见过陛下 一身龙袍穿在他身上啊 直晃荡 整个人瘦得没人形呢 您和他是一辈子的好友 不能因为不交流就变得陌生啊 对您 对陛下 对国家都没有好处啊 你和我一起去 现在就去 长孙不容云叶反对 立刻就命贴身宫女准备自己的鸾架 马上就要进宫 旺财溜达进了大厅 见到长孙呢 扭头就打算离开 却被长孙手里的一只青瓜给吸引住了 慢慢的凑近长孙 翻着嘴唇呢 在尽可能远的地方 拿嘴去勾长孙手里的青瓜 在得逞之后 欢喜的发现同样的瓜 长孙身边的宫女手里还有一篮子 云叶仔细的拳衡过后 叹了口气 也就同意了长孙的意见 自己进宫 却看看很久没有见过的李承前 因为是正式的进见 长孙的鸾架在前 云叶的遗仗在后 那杆云自帅齐 被刘进宝绑在后背上 被风吹得呼呼拉拉的响 四十八名家将 亏名甲亮 护卫着骑马进城的云叶 今天就是给别人看的 长孙特意把宿主压得很低 连望财都感觉无聊的张着嘴巴 久不见世的云家家主 终于出现在长安市上 长孙冲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痛苦的闭上眼睛 下令赵州的家人 缓缓从赵州撤出 让辽东处置大使李陌生 上书告老还乡 云叶的姿态呢 已经做出来了 长孙家如果不能表示自己的态度 那估计皇帝就会对自己下死手 独孤谋在听到云叶进宫的消息之后 从墙上将那张巨大的观拢地图 开了下来 自己一个人来到园子里 一把火烧了个一干二净 大义的使臣见到云叶进了宫 悲伤的走进了一家胡人开的酒店 在一张纸上写下了 真主再无降临这片福地的机会 一个轻不包头 眼神锐利的女子 见到云叶走进了皇宫 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 禀告之后 老妇痛苦的摇摇头 看着冤盖苏文的灵位 轻轻的说了一句 荣华来找你了 然后就闭上了眼睛 再也没有醒过来 这一天呢 长安市上有无数的人 看见云叶进宫 怀着不同的心思 小心的隐藏着自己真实的情感 或者带着发自内心的笑容 或者带着勉强挤出来的笑意 互相攀谈着大唐的将来 杜维站在酒楼上 目送云夜的遗仗 从墙外的朱雀大街上走过 狂笑着举杯大声的吼道 紫正兄 冲雷兄 小弟的预测已成现实 满饮杯中酒啊 小弟 这就别过了 火速的回越州 小弟大展宏图的时期 已经到来了 哈哈哈哈 旺财发现呢 又进了熟悉的地方 不等云叶反应过来 自己就抢先一步进了皇城 也不管正在准备迎接皇太后回宫的皇帝 悄无声息的 从侧门溜达进了御花园 那里好吃的东西啊 似乎不少 长孙笑盈盈的看着城前 说一些辅慰的话 就自动离开 说是想念自己的两仪殿 不要李承前陪同 只要皇后肇事陪着自己 不但长孙走了 所有的宫女 太监 侍卫 在长孙刀子一样的凌厉的目光下 一个个跑的全都不见了踪影 只留下记录帝王起居住的王维 激动的看着这两个人 大唐历史上 一个重要的时刻就要来临了 到底是进士前贤 还是针锋相对 不管是哪一种 都会在大唐的国土上掀起狂风 原本勾勒着腰身的两个人 几乎在同一时间挺直了腰板 李承前看着云野说 如果不是母后逼你 你是不是这辈子都不打算见我了 云野没接话 绕着李承前转了一圈之后呢 才说 你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一辈子不见你不可能 我只是不愿意看到你这副样子 灭色潮红 心脏有问题 呼吸急促 哮喘就没治好 我现在还能有令人满意的房市 你没有房市多久了 李承前闭上眼睛 努力的让自己平静下来 好一阵子才说 真 现在业遇良女不成问题 云野黑黑笑道 嘿嘿嘿嘿 你就出意吧 自从生了李绝 你的后宫就再也没有喜讯传来 也没有听说你招选过才女 也许良女 也不看看自己的身板 你又不是一个会用虎狼药的人 撒尿的时候 只要不淋湿鞋子 估计就是你最大的愿望吧 拿着 上好的六位帝皇丸 养肾补气的好药 不是虎狼药 还有一种专门补骨头的药 就是给旺财吃的那种 效果你是看见了 估计你也不会吃 皇帝的面子比老命重要 不过我给那个药丸上 裹了蜂蜜 装在漂亮的盒子里 这看起来高档了好多 新月以前宁死都不吃 现在整天都在吃 我说是从人家少林寺 藏经阁里偷来的 很宝贝 那个傻女人也不想想 藏经阁里哪来的要丸子呀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